欢迎收看台湾真行 我是黄静怡 台湾潮湿气候经常导致家具发霉不好保养 就在18年前 陈昭雄因为找不到适合女儿绘画的画板 灵机一动将钢板跟塑胶结合 成功研发了防水防火不避便的系统柜家具 这次将带各位认识附魔钢板其真金 不怕火炼的特性及应用 来看它是如何将冰箱拿来做成系统柜的历程 海军蓝橱柜搭配刷金手把 呈现沉稳风格的同时 又保留古典的风貌 要不是看得仔细 还以为这是木质材质 陈昭雄是一名材料商 专注于制造电梯 饮水机外壳等家电类隔板 他的最新项目是一种名为附魔钢板的家具 用来结合现代技术与家庭储物需求 为生活带来革命性的便利 在很久以前 在日本叫米桃 它应用非常的老快 像我们的以前钢花铭 听说是船舶独建 船舶上面就特别好 然后最便宜的方法材质是钢板 可是钢板又很木生锈 所以大家的说会不会生锈 这个所以要解决问题 然后就用把杜心钢板加上塑胶皮 给它结合在一起 这个想法源于帮女儿找寻绘画的白板 那天陈昭雄看到女儿始终擦不干净 白板和墙壁上的顽固污渍 光是清洁全家就忙了好几天 她心想如果有一种系统柜能抗污抗水 那将会多么便利 于是开始构思覆磨钢板的设计 当初我的梦子是整个是我的钢板的 我心里是十七百百百大很多 那如果这东西本身就不怕有墨水不会被人家装 那有这种东西 那我自己就来 采用用又顺便卖材料 可以一举两感 然后就开始来研发做这个研发 初期研发过程充满挑战 陈昭雄需要确定钢板能与塑胶完美结合 包括上焦烘烤冷却等过程 他每天泡在工厂反复测试 两年过去解决了最大的问题 又冒出新难题 例如如何让柜子内部的滑轨装置无缝开合 确保稳定性 我们的武器因为我们的木头很怕潮湿 很怕水 遇到潮湿就变起 你的脚链和手提 那个误差都非常小 我们稍微大想象 超过一个口滑的厚度而已 他如果没有平行的话 他就不会坏掉了 他只要以为说武器不会 其实不是 我这个武器很建议 是一个人从最远起 中钢体材的特性为防水防火防腐蚀 长期使用也在无形中 省下换家具的成本 他不锈钢 在20小时之后就开始研究了 3.4% 3.1.6% 3.4% 我们是70个测试 完全没力 加点测试 测试没 是零减粗 然后极限 再来我们有做那个 甲犬 E3 DVOC 安量 它的数字是0.0.57 那一般的我们的一个网点 测试 0.3% 产品具备吸引客户的能力 再加上原物料成本高 陈昭雄决定略过中盘商 直接出货给消费者 因为全部直营 连北部客人都要跑到门市参观 除了眼见为凭 消费者也不用吃下那么多的成本 我刚把他的材质 他以后物纹 他吃完材质给工学 明侠学他们好清洁 然后又防水 我的肠田 他自然会缩管 用久了之后 就会同贵相承 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 也是都 没有生意 然后慢慢 客户就来了 然而 陈昭雄并不满足于此 他开始着手改进系统贵的造型 使其更美观实用 经过不断优化 多样化的系统贵终于诞生 客人常跟我讲 跟我说 工编保固多少年 我说工编不保固 然后好 人家保固11年 你怎么不保固 我说我根本没工编 干嘛保固 因为我们一体沉险下去 所以很漂亮 我们东西里面有看到边边角角 再来因为钢制的 我们这个很重 我们成板 它不会微笑曲线 它永远不微笑 你看这很重 这个可以50公斤没问题 开发系统贵耗时耗力 且需要多方人才协力 但看着一个个家庭 因为它变得舒适便利 内心充满成就感 当初就是蛮后悔的 可是后来做出来之后 10年前卖出第一套 然后客户看到 就说 这个可以漂亮 就觉得真的吗 自己也觉得 然后客户 家里接着交一直交 客户就很满意 很高兴 谢谢我们 就觉得 可以一直的 再有助 创业的过程 不仅展现 他对家人的关爱 也刻画了 他对生活的观察 每个产品背后 都有数不清的努力 和无数重疾的灵感 而他的历程 正式提升 生活体验的 最佳写照 近期流行的 MBTI测验 能分析人格 那究竟什么样的人 适合创业 根据调查 有高达九成的人 想创业 但真正成功的 伪乎其为 从事空间设计的 三个年轻人 就现身说法 他们创业开头 就标到知名的建案 没想到 这个建案 却让他们一度想收摊 个性不同的人 还会为挑选 鱼缸各持己见 就这样磨合 七年过去了 如果从头再一次 还会选择创业吗 一起来看 他们的故事 创业从起头到起飞 若被置身其中 当中的泪 真的很难领会 为在松江路 这些设计公司 身处竞争激烈的装修业 主导人是这三位 他们说创业的难 不再资金到位 可能因为年轻吧 然后又 比较赶紫 想说 等这间公司真的 每笔赚到了五千万亿 那个时候再来分配 所谓的分红或是权利 对 都还来得及 而不是在 小杂小杂的时候 就有就是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干什么 所以那个 大概都 很多人在创业失败 大概都还是有 人要对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到了一个规模之后 就是要知道 每一个人的职责 跟负责的范围 然后大家的方向是不是一样 人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 对 因为大家要有共识的时候 才会往同一个方向前进 三人同龄不同戏 其中赏能最大的Jason 在Rex的号召下决定跳入新创圈 他直言创业让他实现 认真赚钱的梦想 我跟苦力是最喜欢的人的 是主要 所以我们在里面 有养的小丑鱼啊 养的 回顾创业过程 受性命之神眷顾 一开始就成功得到 御龙城的合约 上次我起庆刀的时候 如果我接到了御龙城 然后我就会去 然后他要把钱 或者是把钱不高 接到他 三千六年 三千四千左右 这个成本 就跟比起大公司来讲 其实算是 人事怎么会比较低 这个案子也成了 三人合伙的开端 没想到却因为 御龙集团前大家长的宙事 案子戛然而止 刚创业就面临歇业的困境 都已经花下去了 那时候评书也不小 评书有六七十评 那时候也是全面翻新 整修 那那个 想说都已经做了 那就先 再四个几年看看 头已经洗下去 他们决定在评审前 关望个几年 起步充满艰辛 但好在遇见优秀的伙伴 一开始让人家比较感动 是看我这样两个 他也没有付出 一年 一年 所以等于是你付出 我觉得应该说 现在很多人创业都会 就是创业就开始想说 我要理你的薪水 我要干嘛 我要挂一个掌机 可是其实我觉得 那个都比较虚 因为你最后还是要得到配领 才会有很多事 所以很多人在一开始创业 就会吵架 原因是就是开始在吵薪水 一开始工程是他们的主力战场 可以按图锁计 用低价吸引大厂 但了解设计师 在装修界占据主导地位 能赋予整起设计不同的价值 我这样经验下来 才发现 从工程切入 反而我们其实真的就是 降格上 对啊 那如果到后面 我们从开始的规划 就开始下去 从头开始的话 其实那那个预算 跟那个配都是不一样 你要演好爱情细 你一定要谈恋爱 你没有谈过恋爱 你的爱情细细是很 就很强 那当然对设计公司 或者是我们去提到 警告人来说 我觉得 你永远在提到一个东西 很高兴 还是告诉你 我怎么帮你创造的地方 改变策略证实 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也让他们搭上梦想列车 最后在每一场战役中 都是彼此的地板 尤其涉及成本庞大 好运行也成了家常便办 可能你没有当结案的时候 所以那个数据游戏 都有一些情况 我们都会骑衣服 骑衣服 前进来就出去 前进来就出去 这个案子有千万 如果 close掉那个案子 然后就会有办法 所以他后面才 接着才跳下来购管 管理其实不止记者 还有财务上的 每一个案子去诅案审格 你知道他的成分 对啊 因为就是去追账 对啊 不然有时候真的钱 我们一开工都会有开工款 可是在过程中 只要我们没有 如期去行款 其实中间只要一辣掉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几百几千的过程 大同调拨资金 小致挑选鱼缸 对比很保值 肯定看蛮舒服的 对 你说他重点 对我们有时候 别提了 我跟他讲说 你要玩的 你不要管 第二拨就是 不要进来就比较需要 因为你要需要 因为我要帮你背书 有面像老夫老妻一样拌嘴 其实是谨慎对待每次的抉择 毕竟成败都得一起承担 做到相互理解 如果从头再来一次还会创业吗 创业的存活率跟产业环境时机都有关 虽然充满无确定性 但他们期待更多人加入新创圈 来加速装修界的发展 创业的酸甜将留在心中许久 一路的历程 此时此刻 透过眼泽 确胜万一千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